今天在高雄的汉莱饭店 是举办了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那么预计会有各国的军火商 大咖在里头 那么也会谈到军事采购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会议还没开始之前 外头就聚集了抗议声浪 有将近30个民众是拉着布条 呼口号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 我们可以听到他们是喊着 要和平不要战争 那么这些人分别是左翼联盟 以及劳动党 那么他们就聚集在这个会场的外头 还分别是有游行的状况 来喊出他们的诉求 他们是说政府花了那么多钱 在采购上面 反而是应该把这个钱挪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那么也希望生活是和平的 不要有战争 那么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不过今天警方也特别派出了 将近60个人来现场戒备 就怕有任何意外发生